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加拿大财政部长Chris Freeland 即将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和电池进口的潜在关税计划 但是为了保护加拿大的电动车供应链 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 这一举措跟随了美国和欧洲的脚步 旨在增加中国制电动车的进口关税 尽管这可能会影响到加拿大的气候目标 但政府认为这是必要的保护措施 接下来的新闻 英国的Foxhaw Lelzmirport工厂 已经成为该国首个全电动车制造厂 这是经过1亿英镑的投资时间产 包括Foxhaw Combo Electric在内的电动车型 并且计划在2027、2027、2028年达到探中和目标 这一转席是Foxhaw公司去探化战略的一部分 旨在保持市场竞争力 最后一则新闻 中国的国有车企高管们开始通过直播方式来推广他们的车型 这是一种更直接和成本效益更高的方式来与潜在买家互动 这些直播视频通常展示了汽车在长途旅行中的表现 让关注能够实时观察车辆性能 这一举措打破了国有车企一贯保守的形象 吸引了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安大省省长道格福特上周呼吁沃泰华立即匹配或超过 美国对中国人为低价电动汽车新进口税的行动 这一呼吁是不可避免的 联邦政府将不得不听取安大略省省长的建议 尽管存在相当大的缺点 但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将不得不采取行动 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新关税 可能会阻碍联邦自由党到2035年实现100% 零排放汽车销售的气候目标 并可能引发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然而涉及的利益重大 例如联邦和省政府投入的超过500亿家元 用于建设供应链的资金 以及将加拿大中部转变为电动汽车产业中等强国的梦想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5月宣布 对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 包括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件 如天然石墨和永磁体增加关税 尤其是将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超过100% 相比之下 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仅为6.1% 尽管中国品牌目前在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按根据彭博社的数据 加拿大进口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数量显著增加 特别是特斯拉在上海执早的车型 去年从中国运抵温哥华港口的汽车数量增长了5倍多达到44百辆 加拿大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 弗里兰预计将在今天上午宣布一项计划 可能对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进口征收关税 以保护加拿大的电动汽车供应链免受不公平的中国竞争 弗里兰和国际贸易部长马力·吴将在周一上午共同宣布这一计划 紧随美国和欧洲在春季提高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之后 目前加拿大唯一进口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 是特斯拉在上海工厂生产的车型 中国在电池和电池组件方面是加拿大更大的参与者 这些行业是加拿大在过去四年中大量投资的领域 2021年全球近80%的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来自中国 国际能源署表示 全球近60%的电动汽车销售现在是中国制造的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5月中旬宣布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 从25%提高到100% 尽管目前美国只有一款中国电动汽车可供购买 拜登还宣布对锂离子电池和其他一些清洁能源产品 如太阳能电池的关税提高 加拿大的计划细节仍在制定中 具体关税的实施将取决于咨询过程 《独立报》报道 沃克斯·哈尔的爱尔斯米尔港工厂经过1亿英镑的投资 成为英国首个全电动汽车制造厂 该工厂位于利物浦以南的墨西河畔 生产如沃克斯·哈尔康普·Electric等使用52千瓦时米离子电池的面包车和乘用车 工厂主任戴安娜·米勒最近因其在工厂电气化方面的贡献 获得了汽车周刊伟大女性制造奖 这也是母公司Salentus公司到2030年将碳足迹减半目标的关键部分 米勒谈到了轻能、本地就业机会以及保持英国车辆制造的重要性 他表示,为了使沃克斯·哈尔品牌在未来保持相关性 必须提供每款车型的电动版本 埃尔斯米尔港工厂现在是100%电动的 这使其成为英国首个这样的工厂 工厂的主要投资是电池厂的开发 每个电池包重约350公斤 每班有18名工人负责电池包的生产 每天大约生产120个电池包 为了实现碳中和,工厂采用了4-1技术来减少车辆烤漆次数 并通过重边乘机器人来适应电动车的生产任务 埃尔斯米尔港工厂在本地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雇佣了超过一零名员工 并与威尔市政府和北方汽车联盟合作 支持本地零部件供应商 The Independent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 电动汽车意味地推广存在性别差距 女性在电动汽车的采用上明显落后 这主要是因为电动汽车通常通过其技术和小工具来推广 而这对只有12%的女性来说是优先考虑的因素 大多数女性更关注的是安全性、可靠性和成本 来自伍尔福和普顿的两位孩子的母亲 巴宾德·贝恩斯表示 对我来说 购买时最重要的因素是汽车的外观 通过避免高昂的汽油费用来省钱 以及确保汽车对我的孩子们是安全的 他对自己的电动汽车非常满意 因为他不仅节省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而且电费几乎没有明显增加 The Independent还探讨了电动汽车的各个方面 从安全性到驾驶体验再到外观和运行成本 报告显示 65%的女性认为安全性是选择汽车时最重要的因素 电动汽车的部件比汽油或柴油车少得多 因此维护需求低 像沃克斯豪尔的Azure Electric这样的一些电动汽车 提供8年电池保修和3年路边援助 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具有及时加速和安静的驾驶体验 许多女性在第一次试驾电动汽车时会有顿雾的感觉 如今的电动汽车外观时尚 沃克斯豪尔的顶级GasUV New Grandland就是一个例子 其带有照明标志和回收材料制成的座椅 国欧本美欧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 弗里兰将宣布一项计划 可能对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进口征收关税 以保护加拿大的电动汽车供应链免受不公平的中国竞争 美国和欧洲今年春季已经采取了类似措施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提高了进口关税 目前加拿大进口的唯一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是特斯拉在上海工厂生产的车型 中国在电池和电池组件方面是加拿大的重要合作伙伴 2021年全球近80%的电动汽车与离子电池来自中国 北国总统乔·拜登在5月中旬宣布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 从25%提高到100% 欧洲委员会也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征收17%至17%至38%的民事关税 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动向并计划采取相应措施 《环球邮报》报道 卑诗省省长大卫伊比在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省长安德鲁福利会面后 了达了对联邦政府不公平对待的担忧 他指出魁北克和安大略省获得了大量联邦资金 而卑诗省的请求却被拒绝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伊比的抱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卑诗省获得的联邦补贴份额较少 二是卑诗省在25亿佳人的均衡计划中贡献过多 尽管伊比的批评有一定道理 但解决方案并非简单地让沃泰华增加开支 联邦政府应重新评估均衡计划 确保纳税人的钱被公平合理地分配 而不是在选跳多的省份中买好感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促使传统汽车制造商的高管 也纷纷加入直播行列 团者休闲了电动车初创公司老板们 越来越多的比传统车企的资深员工所加入 其中包括一些保守的国有汽车巨头的中年高管 直播不仅能提升 他们在年轻消费者中的吸引力 还能让公司直接与潜在客户互动 展示车辆技术和性能 小米的雷军和蔚来的李斌等高管 通过直播积累了大量粉丝 展示了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和长途驾驶体验 即使是一些国有车企的高管也开始尝试直播 独广气集团的冯兴亚和古惠南 他们通过这种平台与用户直接互动 了解用户需求 打破了过去的保守形象 CNN报道 华为正在经历科技行业历史上 最令人震惊的付出之一 这家中国巨头在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后 推出了自主操作系统 鸿蒙 目前已有超过9亿部智能手机使用该系统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对华为的安全风险表示担忧 并限制其参与5G网络建设 但华为不仅在智能手机市场复苏 还进军电动车和人工智能领域 华为的旗舰手机销量 在2024年前5个月增长了72% 并推出了Mate 60 Pro智能手机 华为的净利润在第一季度飙升了564% 并在智能汽车 组建等新业务中取得了显著收入增长 华为的成功对苹果在高端市场的份额 产生了直接影响 显示出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LHU-US报道Avatar Technology 与Smart Mobility International 签署了一项独家分销协议 计划在阿联酋市场 推出其电池电动汽车 BEV阿联酋是Avatar 瞄准的第一个中东市场 标志着其海外扩展战略的进一步推进 Avatar最初由重庆长安汽车 与未来共同创立 但后来两家公司分道扬镳 该公司还得到了宁德时代的支持 并在2023年底完成了一轮四 一亿美元的融资 Smart Mobility International 隶属于当地的United Alsaca Group A集团 还代理宝马魅力 劳斯莱斯和麦凯伦等品牌 The Independent报道 伍迪·哈里森解释了 他为何在过去三年里没有使用手机 这位62岁的演员 在意识到自己对手机上映后 决定改变自己的科技习惯 他在与特德·丹森的《播客 where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中透露 他不喜欢随时随地都能被人联系到 哈里森表示他更喜欢与人保持联系 但不喜欢手机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应对手机上映 他曾尝试每天仅使用手机两小时 按最终决定彻底放弃手机 两位演员曾在欢乐酒店中合作 如今在播客中再次重聚 中国和欧盟拯救欧盟拯救欧盟计划大幅提高 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仪式展开对话 中国商务部和德国经济部长表示 双方愿意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欧盟计划从7月4日起 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 税率为17.4%至38.1% 这是在现有10%关税基础上的额外征收 欧盟委员会表示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链受到了不公平的补贴 则害了欧盟竞争对手的利益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执行副主席 兼贸易委员瓦尔迪斯 东布罗夫斯基斯进行了视频会议 与此同时 中国商务部宣布对欧洲猪肉出口进行反倾销调查 这被广泛视为对欧盟电动汽车关税措施的回忆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凤消息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for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